专门追踪比特币流向的一家伦敦创新企业Elliptic发布实时数据 显示截至17号中午12点 黑客成功通过勒索软件Vanacry向全球受害用户 征收了大约7万5千美元或相等于32万4千令吉的赎金 如果根据美台受病毒入侵的电脑得缴付300美元来计算 等于只有大约250名受害用户缴付了赎金 而这只占了全球超过三万台中招电脑的不到百分之一 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很多人对比特币一无所知 因此要摸索支付赎金也不容易 再加上世界各国政府和网络安全专家纷纷呼吁民众 不要支付赎金 以免让黑客尝到甜头一而再的肆虐 无论如何 目前全球勒索软件扩散的速度已经缓解 但黑客组织引资前客16号再发出威胁 表示从6月份开始将每个月发售更多的恶意代码 让愿意付钱购买的黑客可以偷窃到世界上各种商业机密 该组织扬言这些病毒将能够入侵更多的网络浏览器和手机 并扬言会释出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核武器及导弹计划机密 NTV7综合报道 NTV7组合报道